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涨了4.75% 那纳斯达克指数也涨了4.06% 因此在今天早上 台指期夜盘的一个收盘 最终是上涨了153点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是来自于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行情都是在 两点钟过后 开始出现一波向上的一个急拉 原因在哪边 原因当然跟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它是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 那升息三嘛 这个当然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 但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鲍尔 他有谈到说 就是那个升息的动作 不会来得这么样的一个 快速或猛烈了 所以整体来讲 后续的一个升息的 升息的一个情形 应该不至于在大幅度 向上去做谈升 这个是市场在 解读的一个过程当中 认为会是一个比较偏向 不能够说是多方的一个讯息 但是至少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在今天是消除这样子的一个 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因此美国股市都出现了一个 向上的一个拉抬 但关键在哪边 关键在于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到底怎么样去做表态 那原则上一样 还是有三个市场要去做观察 今天开高没有问题 但是在开高的过程当中 要不要去做追价 或者是说要等那个 涨幅收敛再来去找一个买点进场 你要去看这个现阶段 三个主要的一个市场 它怎么样去反映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呢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是开低之后震荡 然后向下去来到 目前电子盘的一个 新低点的一个位置 请导播稍微帮我们带近一点 目前的一个幅度是下跌了 0.45% 0.45算不算是一个大幅度 基本上应该算是比正常的波动 还要稍微大一点 因为我们讲过 正常的波动大概就是 0.1%到0.2% 不过它现在跌0.45% 当然大家会觉得 老师它昨天涨4.06% 所以跌0.45%应该还好吧 对不对 但是整体来讲 它不是延续那个公式 这个是第一个 大家要关注的重点 那最主要跟科技股的财报 是有关系的 目前高通的盘后 应该是呈现大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美国股市的行情 会比较容易出现涨多的回档 这件事情 大家要先把它放在心里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南韩众额指数 目前涨了0.76% 开高之后涨幅收敛 日经指数 目前涨了0.61% 开高之后涨幅收敛 所以这三个市场 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正常的架构之下 当然大家看到节目的时候 最早是9点多 然后接下来是12点钟 那原则上9点钟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是9点钟的一个节目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原则上今天开高 它比较容易出现 短线获利下车的卖压 原因在哪边 原因在于我们刚刚看到了 那萨克指数 目前是开低之后向下做走低 南韩开高之后收敛涨幅 日经开高之后收敛涨幅 而且昨天的台北股市 我们那时候讲到嘛 就是为了那个周选的一个结算 然后也为了拉开安全距离 所以有先往上去推一波 所以推一波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昨天已经先涨100多点 对不对 今天再开100多点起来 两天的时间拉200点 一定会有一些调节的一个卖压存在 但是这个行情在不确定因素 厘清之后 所以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在今天开高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去做过度积极的一个追降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开始走技术面修正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多方而言 会是比较有利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 因为KD指标现在在现阶段 在这个绝对高档嘛 对不对 但是你的月均线的扣底 今天会扣这个位置 然后礼拜五会扣到这里 所以整体来讲 月均线应该会在礼拜五开始出现翻阳 那翻阳的均线 它会发挥防守的一个效果 然后让KD指标慢慢的去做修正 如果是强势整理修正到50附近 然后接下来的那一波走势 就会往这个所谓季线的一个角度来做挑战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先把顺序简单离清 开高不要去做追降 那震荡回测或者是涨幅的一个收链 可以开始去做一些比较 这种所谓的个股偏向多方的一个布局 我觉得应该会是在今天 大家可以比较着重的一个方向 因为到了下个礼拜之后 月线会翻阳 那就等KD指标修正结束之后 原则上行情就会持续往季线来做挑战 这个是联准会升息之后 我们现阶段对于行情的看法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就个股的一个角度 今天也有非常多的一个重头戏 要去做观察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 利多跟利空分成的一档 就是交错发生的一档个股 叫做2303的联电 好那联电昨天法说会 第二季的一个财报是大四喜 就是包括了获利多少钱 然后EPS多少 然后毛利率多少等等 那当然他有谈到说 第三季的产能利用率 他是持续达到满载的状况 好那当然这个部分 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那产能利用率满载 其实应该会是一个 比较偏向利多的一个讯息 对不对 但是重点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满载他也分成 订单100%或者是订单110% 这个是有不同的概念 就是我订单满载到底有没有排队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他对于那个产业景气的一个看法 好产业景气的办法 他谈到就是说半导体 历经了过去两年的超级循环 Super Cycle 那目前到进 目前进入到库存的一个调整期 好所以他的产能利用力是满载的 但是整体来讲 应该是没有过去来的 这么样的一个满 那整个产业 现在在做库存的一个调整期 而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跟这个市调机构Garner他的一个看法 其实目前是一个比较类似的情形 就是固能是讲到说 半导体最繁盛的周期告终 好所以整体来说 产业有杂音 公司的财报表现还不错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你要看股价怎么样去做表现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就股价的一个角度 稍扣我们可以再从各股期的角度来做出发 来看一下他怎么样去做开盘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大概先从几个重点 第一个 昨天是应该说前一天 就7月26号的时候 他是一个最近期相对比较大量的黑黑棒 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那黑黑棒16万张代表有16万张的人 成交在这个地方 好那什么样的状况 他会让行情相对来讲表现比较强势 当然你要去过他当时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如果说你用比较应该这样讲 就是有表态但没有那么强 其实我们会看二分之一对不对 那如果强势一点 理论上来讲今天的法说会之后 他如果能够直接去过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是40.1 那代表什么事情 当然第一个我过了大量的高点 第二个我占到所谓的月线以上 现在的一个月线的扣底 在这个位阶 所以今天开盘礼拜四在这里 礼拜五在这个位阶站上去之后 应该在下个礼拜 最晚在下个礼拜 月线线会呈现翻扬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助长所以他的股价 相对来讲会有一波向上反弹的一个行情 这个是今天连电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如果说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开 那原则上没有问题 就是短线上面会有反弹的空间 可以去做期待 持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现在就是等待看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尝试到什么程度 如果能够把这个缺口全数做封闭 理论上来讲这个高点会持续往上去做挑战 然后往季线去做一个靠拢 好但整体来说 我刚刚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产业的事情 就是短线上面 法续会当然怎么开这个要看等一下 但法续会这个讯息看起来是利多 但是这是短多嘛 但是中长线如果就产业的角度来看 它是比较不明朗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体来说谈起来 有在接近季线 或者来到季线附近的一个位置 其实投资朋友 其实应该是要站在调节的一个方向 这个部分是先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观察的重点 这个是今天有利多的一个个股 你应该如何来做解读 好那另外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就是你要去判断市场的一个气势 强势弱势很重要的关键在于 我的如果是强势的行情 利多的股票会表态 利空的股票不会跌 如果是弱势的行情 利多的股票不会涨 利空的股票继续跌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看的是 利空的股票怎么去做解读 这个是今天工商时报A3版的新闻 它谈到说 LGD就是那个 LG Display 就是韩国的那个面板大厂 它第二季是转亏 就代表它第二季亏钱的 那友达也危险 说真的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意外 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在前前百分百的时候 其实我也跟大家讨论过一个议题 就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讲到一个概念是 因为你面板大厂跌嘛 那时候其实有外资开始出来说 面板双虎 在第二季应该会有一个月是亏损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我谈到是说 我认为最有可能出现亏损的 月份应该是在六月份 因为整体来讲 报价它一直没有去做 有效的止跌嘛 那简单来说 我的营收怎么去做计算 大家如果自己做生意 大家就知道 比如说我这一支 我这支手机 一支可能卖1000块 那我一共卖了1000支 那我的营收是多少 就是1000x1000嘛 所以你的营收是怎么来 营收是你的产品的价格 成于你产品销售的一个数量 所以整体来讲 面板也是一样 我的营收怎么来 我面板的价格 成于我面板的出货数量 对不对 好那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是 面板的价格是涨势跌 是跌啊 那我的出货数量是涨势跌 也是跌啊 所以你看喔 出货数量下滑 然后面板价格又下跌 很合理的它的营收不会起来嘛 那营收不会起来 你不需要这么多的 面板的生产的时候 你的驾动率 你的产能利用率 是不是自然下降 那自然下降的过程当中 然后但是你又有固定的成本 所以你是不是很容易会出现亏损 这个其实是可以预期的东西 好但是回过头来 重点因为股价 昨天创下波乱新低 其实创下波乱新低 也合理为什么 因为3481的群创 它其实早就破底了 对不对 好那回过头来 就是说来到这个位阶之后 大家怎么看 基本上应该这样子讲 今年 去年赚6.44嘛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那个时候 为什么大家针对那个 配息1块钱事情 配息1块钱的这个事情 讨论这么热烈 因为大家觉得说你赚6块啊 有什么跟他配1块 很简单嘛 因为 当然那后来还有减资 这个先进减资的部分 我们稍后再谈 我要讲的概念是说 为什么只配1块钱 因为 厂商他们其实有嗅到 股价好像 应该说产业好像不是来的 这么样理想 他们要准备一点前渡寒冬 对不对 所以包括了友达 包括群创 他其实配的都比较少了 那当然 我知道这个时候讲 早就应该砍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个时候重点应该怎么做观察 第一个 股价破底 对不对 今天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 台北股市今天应该会是开高的哦 如果他会搞到股价 还做破底 这个其实要看你的 平均成本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说真的啦 你要在20几块 30块 你也只能够 我讲的你已经错过那个最好 停损的时间点嘛对不对 那你能够做的事情也只能够 等待 就是下一波的面板产业景气循环回来啦 那如果说你是 最近才买的买在这个平台的 说真的破低 其实就应该要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今天股价的一个反应 昨天是破底出量 那原则上今天开小高机会应该是大的 先看13.45元这个价格 那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横盘震荡打底的话 那投资面如果是买在这个区间 相对来讲其实就可以先做续报 因为整理完之后其实是有反弹 因为说真的 亏损归亏损啦 但是你说股价贵不贵 老实说是没贵啦 因为你看我净值24块钱嘛 那我现在股价13块 我的股价进值比大概就是0.5到0.6倍 什么叫股价进值比就是 我现在如果说把这家公司把它解散轻赚掉 他每股的价值大概都还有24块 现在13块啊 所以整体来说 呃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啊 就是要看你的成本的价格 如果不是太远的 那该怎么样 其实你要你要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那如果真的太远的 那说真的这个时候砍 其实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那你就等待看有没有后续 呃为了反正这种东西都是电子产业 电子产业当中的景气循环股 呃每过几年他都会走一段 每过几年他都会走一段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忍耐一下 呃这一个所谓景气循环的一个过程 但是呃我还是这样子讲啊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行情很特殊 或者是这样讲 如果你的股龄不超过十年的话 我觉得呃不超过十三年 我觉得今年的行情对于大家来讲 你要学习的一个东西叫做 资金的控管跟风险的控管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是呃毕竟是收资金的行情 那现在的行情会跟过去这十几年不太一样 就是任何利空不敌宽松 这是过去十年大家一直在谈的话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宽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更要去思考 你要怎么样在市场当中长期的生存下去 那甚至赚到钱 呃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 这个地方就呃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稍微去思考的一个重点跟方向 那现在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厘清之后 短线上面行情开高先震荡回来也好 或者是直接喷出也好 基本上都有大家可以操作的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趁着这一次刚好 呃联准会利益决策会 因为下一次开会是9月多了你知道吗 他有他有等于是有一个多月的空窗期啦 那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把握一下最近期的一个行情 那全面50%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会针对个股期跟台子期的开盘 来跟大家分析今天盘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焦点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库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介获利 无往不利 陈兔投资 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就先看一下目前台子期开盘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38点 我们刚刚谈到台子期的夜盘最终收盘是153 所以你看我们是跟大家讲说电子盘 然后南侃日经它都是开高之后 有一点震荡涨幅收敛 那萨克电子盘是先下跌的跌幅扩大 所以这个会压缩原本我们看到收盘153 所以现在开出来140 那合理来说会有一些这个先开高获利调节的卖压 但是压回来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了 因为除非它真的出现爆亮长黑 要不然你在下个礼拜那个月均线要翻扬的机会很大 那接下来就是等KD指标修正完之后 就会再上 但这个整理的过程 等于是说它比较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回测 那不会大幅度的回测 有压回有翻黑甚至有下跌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切入的位置点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思考 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目前个股期开盘的表现 好那个股期的部分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幅最大的是 翼龙店没有参考意义 威胜 然后联电 联电我们刚刚谈到嘛 我们先来看这个8月份的 9月份的先不看 因为9月份理解算还有一段时间 8月份是40.35% 涨2.54% 涨了一块钱 好所以我们就回头过来对应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40.35% 会不会过这个价格 刚好对不对 就是会过一点点 好所以过一点点呢 你就要稍微关注 这种有时候其实不要急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就是行情今天开高之后 很容易先有回测的动作 所以你要关注的是 我这个回测的动作 我的联电是不是还能够持续在 这个401以上 好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基本上要是红给放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今天短线上面再转强的机会就很高 先看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封闭之后 再来看季线的一个观看 一关一关看 不要急 这个时候如果你套住的话 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做 你如果太急的话 立刻老师我觉得我当时买在50块 现在我立刻去做抄底 成本就变成45块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确定这个东西 它会上去 所以一步一步来看 不要急 就是慢慢做 这个部分是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先讲 因为我们过去有谈过一个概念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元宇宙 好那元宇宙威胜宏达电 好我们先讲 当然见仁见智了 就是很多人对于基本面不认同 说真的 其实就我们自己的立场来讲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 那个营收开出来 或获利开出来 比较不会因为它的题材性去操作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说 希望能够给观众朋友 比较稳加稳大 但是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是比较 比较充的 觉得这个地方 守好提论就可以 那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造成这样排序之后 宏达电在这里 我们刚刚看到涨幅还有威胜 威胜在这个地方 威胜是涨2.34% 你还记不记得我讲一件事情 我说 基本上这个族群如果要攻 通常个股期在当天会先有反应 你有没有印象过去这几天 其实当然威胜股价还是很强 那宏达电股价开始进入一个整理 对不对 因为没有 这两天其实都没有看到 宏达电个股期有比较明显出量 那今天这个算不算出量 100多口还不差 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原则上以股价的走势来看 这个没有转弱 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看我记得那一天 7月22 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前版本 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其实股票还没有死 对不对 因为正常的股票 如果是台积电 或者是那种比较大型的个股 比如说鸿海 它如果出现爆量长上影线 可以帮我告诉大家 这个股票应该差不多了 但是宏达电它的股价 本来就比较活泼 那本来比较活泼 今天我们就观察 因为个股期有量 所以你要就稍微观察就是 我回五日线以上 那回五日线以上就是一个强势的走势嘛 所以昨天 你看其实昨天即便破五日线 它都是下影线的红K棒 而且非常接近五日线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第一个五日线以上 第二个成交量 目前的月均量大概是12万张 有量有价股价就会涨 那如果没有空间不太大 你要做你就稍微去做 几涨几跌的反向操作 会比你直接去进场 我觉得空间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那其他的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弱势的好了 好说真的 这个新兴法说会立刻又讲 又改变一个讲法 所以这个是现阶段整体 行情比较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新兴的个股期的股价表现是比较弱的 那大家就稍微关注就是 我昨天这一根增量的红K棒基本上不能够被吃掉 就是以它的低点来做观察 如果低点没有被吃的话 一样整理之后 以目前市场的状况来看 应该是还有持续往上攻击的条件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时间的关系 有很多个股没有办法一一去跟大家去做说明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你想要趁着刚好这一波的一个空窗期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的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机会 想要加入我们的 都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7月28号的台股这些线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